社團歡迎 各議官地獎者家長協會 立案成立30年 不僅有九位學長接受照顧 協會和二家媽媽 在教導生活主力在做一件 也教導人製作帕 分年無心的令力 一年外來在月報兩點 都會提出新生的帕 跟點心來救賣 以自己的令力來探心 希望社會大眾 在經過阿里山山中保羅段 可以讓他們一點加油和鼓勵 社團歡迎 雖然各議官地獎者家長協會 立案成立30年 目前有九位學長接受到照顧 協會和二家媽媽 都會教導生活主力的理責支援 也教導小朋友來做烘培的 做著麵包 烘米蛋糕 土蔬麵包 還有花生 自己做著 沒人 沒家的防腐器 現做的都能出門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有 一方面就是說 輸一個家長 一些精神的壓力 第二行就是可以讓他們家長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休息的空間 可以去思農工商 賺一些錢 可以幫助家庭 當然 教過這些孩子 就是 帶他們一些生活主力 一些這些日常的生活禮節 以後 讓他們可以出社會 可以交社會 融合 要來講 做這些人 本 因為 目前就是 因為 社會主公阿姨 就是要教導 他們 在水園 做一些 這個 烘培的部分 就是 才是 教他們一些 幹棍 做土蔬麵包 做一些 豬馬餅乾 性能不變 本年 他能夠出社會 當然能夠有一個磨生的能力 大家都跟阿姨跟我們 大家都一直做的 這米包本年是要量 模型的能力更加強 一年多來 在野蠻的兩點 都會拿出新鮮的米包丁心 他是快樂來救命 他自己的能力為自己祝福 所以下午 早上做一做下午 然後固定都兩點多 會出來吃 出來吃 做一個 今天我們經費 悠閒 所以希望有 有路過的阿姨叔叔 撥撥麵 就算有得來跟我們加油 有買不買沒關係 跟我們加油打去 我們就很高興了 米包 吐司是非常好吃 價格也非常功德 希望社會大眾 經過阿里山山 中部這個路段 可以給他們 一聲加油會鼓勵 新型冠狀病毒 來勢洶洶 但是不必恐慌 防疫有三手 拱手 不握手 勤洗手 做好自主管理 如果有發燒 咳嗽 流鼻水等症狀的時候 儘速就醫 並且儘量不要外出 如果一定要外出 務必戴上口罩 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防疫需要您的配合 與參與 讓我們一起 為所愛的家園 盡一份心力 讓疫情趨緩 大家安居又樂業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 來勢洶洶 大家要記得這些習慣 量體溫 勤洗手 減少觸摸 眼鼻孔 避免出入公共場所 拱手不握手 發燒 咳嗽 流鼻水 請戴口罩 防疫工作 大家一起來